全民心娱乐 想约天台一起吹吹晚风 一起看日落晚霞 春去秋来 暮去朝来 天台的风吹过着少年的发烧 是岁月静好的感觉 终是秋风之我相思意 骂不走 赶不散 用来形容爱情的炙热 现在却只想用来形容战虾之间 素未蒙面那深沉的爱意 即便是在梦里 也不敢奢求什么 如果梦境真的是 另一个平行时空的话 只是在以肖战的小飞侠的身份 去见了舞台上灯光下的阿战 其实说到底 从来都不是他需要我们 只是我们需要他 见证你从巅峰坠落 又从低谷爬起 重现雄风 可能从那时起 重庆野玫瑰 永开不败 对你的爱意也置此不渝 想起了一句歌词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几张照片收录于话题 日常见肖战 印象当中 这个话题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 你的灰色头像也已经很久没有跳动 是不是小事你的良心发现 补给了虾们一些零食 还是说 只是用几张照片堵住虾虾们的嘴 将杭州Vlog的催凉扼杀在摇篮里 一张照片是这个耳栗之年的男人嘟嘟嘴的样子 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温柔 眼神里透出的干净透彻 嘟嘟嘴的抓拍 必须给小事一个大鸡腿了 谁曾想到这个稚嫩可爱的 已经不是大男孩了 对比肖战大学时期的图 二者也相差无几吧 良好的形态的背后 是无尽的健身和夜跑 向风吹过几万里 迎风而立 即使守备于身后 像结了老干部 也抵挡不了头上竖着的发丝 异常的出息 踮起的脚脚 让人忘却了他183公分的身高 思来想去 这屡发丝在呆逃时期就有了 几年过去 即使物是人非 初心依旧 呆毛也依旧 满眼孤寂的背影 安全感爆棚 突然感慨 确实没什么本事 就是喜欢了一个人以后 还有以后的以后 还会继续喜欢 时光错位之下 线线和阿湛相遇了 肖战 阿湛你来了 你怎么了 他们总喊我道歉 那你道了吗 不是我做的 我为什么要认 是啊 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为什么要认 过得还好吗 还好 你呢 会好起来的 前世的仙门百家 容不下为无限一枝独秀 但愿今世的云云众生 能容得下肖战 独领风骚 如果砥砺前行 对肖战而言是束缚 只愿他顺遂安康 肖战和阿湛最大的相同点 便是都经历了大势大飞 但最后都仍然坚强地活着 很悲伤 但也很幸运 可幸运的是 还好都还在 那就让肖战站得再高一些吧 一个诽谤误伤 谩骂声远远触及不到的高度 当今时代 科技快速发展 互联网应是我们传播资讯 分享生活的一个正能量平台 可总有些不法分子 在网上肆意造谣 对很多公众人物 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样的人理应被绳之以法 肖战作为当今娱乐圈的顶流 可是也难以避免 这种网上舆论的冲击 所谓人红是非多 也许就是这样 就是有不少人为了流量 在网上甘当键盘侠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一些侵权事件信息的公开 大多的都是网络侵权责任的纠纷 有些人在网上发表不良言论 去诋毁肖战 有关的案件程序进展 也是在进行中 根据最新的权威消息显示 肖战又开始开盲盒维权了 肖战一直作风正派 可是他总是被黑粉连累 最近肖战忍无可忍 今日因被网络侵权 肖战新增多条开庭公告信息 开庭日期为2021年11月24日 11月25日等 暗游均为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肖战一直不争不抢 云淡风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肖战总是被黑粉盯上 这次肖战连续起诉了五个黑粉 虽然具体情况我们还不得而知 不过我们应该可以确定 这些人肯定都在言语上 让肖战不舒服了 其实 名誉权这种案件 明星基本都能胜诉 两个月前 肖战与从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以审理终结 判决结果显示 被告从某需停止对肖战名誉权的侵权行为 并删除侵权言论 最后的结果是 对方要赔偿肖战一万五 而且案件费用都是对方承担 据某网站的截图显示 肖战又以民事诉讼告了五个黑粉 暗游是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地点在北京互联网法院 上面的信息显示 最近一次开庭时间是11月24日 一直到12月底 看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经过了前几次肖战维权的事情 现在越来越多的黑粉受到法律制裁 也让更多的人看到法律的威严 经历过2020年网络风波的网友 应该不会同情这些肖战黑粉吧 所以上万网友纷纷对这种维权行为表示支持 也希望网络不法分子受到应有的处罚 这么久以来 肖战一直忙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一边还要和黑粉们周旋 他的团队确实也非常用心地在维护他 而肖战能做的也就是拍好自己的影视剧作品 给大家多推荐一些生活中的好物 来回馈大家的喜爱吧 肖战的粉丝们也是在评论区下 齐齐的点赞支持 纷纷表示支持肖战维权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不仅要文明上网 更要做个文明人 可以看到评论区下清一色的网络非法外之地 支持维权 是啊 网络上不是能够去随便发布不良言论的平台 这样的人必须遭到严惩 更是有些粉丝把自己作为普通人 对于网报的感受说了出来 很多网报造谣犯披上网络的外衣 便可以把体面人霸凌到无路可走 这种无辜和艰辛是很难体会的 唯有相信法律 终有光明的那一天 善良的人不该被污蔑 对于肖战这种正能量的明星 是不应该被污蔑的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虽然出道时间不长 可是他却做了很多人 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的公益事业 曾经在新浪新闻APP 与中国基金扶贫会 共同开启的输录计划活动中 他以爱心倡导者的身份助力教育扶贫 为贫困学生募集电子阅读器和电子书资源 让书籍成为孩子认识世界的眼睛 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他就通过爱德基金会 为持援武汉疫情项目 捐款619,815.5元 并且为鼓舞全国人民 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演唱主题歌曲 坚信爱会赢 在扶贫工作中也有他的身影 曾应邀成为扶贫产品体验官 参与张家口卫线实地采封 走访当地扶贫产业 助力卫线特色农产品和文化产品的推广 今年河南遭遇罕见的水灾 他也倾力相助 第一时间向郑州市红十字会 捐款100万元 多次在社交平台发文 对这些群众表示关心和慰问 体育公益上 他同样是正能量的榜样 担任杭州2022年第11届亚运会公益圆梦大使 还在活动中演唱杭州亚运会歌曲 《我们都将奔赴美好未来》 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热情 明星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 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网上发布言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不能因为自己过了嘴瘾 却让他人受到影响 另外 一直都是娱乐圈正能量榜样的肖战 不应该被质疑 他用自己的行动去维权 也一定会得到最好的结果 因为不管任何时候 在他的身后 一直都有无数喜欢和支持他的朋友 不少粉丝都纷纷支持肖战 认为明星虽然是公众人物 可以容忍一定的评价 但是有些黑粉明显是人身攻击 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能忍 必须拿起法律武器 你们认同吗 那么再评价